Hello大家好,我是Campbell 现在示范6月佛节练习 首先我们将这个work文件设定一下 在版面配置 有一个版面设定 我们将自己是横向 上下边界是2cm 左右是1cm 先设定 接着就是浮水印 在设计 在版面配置 浮水印 自定浮水印 因为版本不同 图片浮水印 选取一张图片 找图片所在的位置 这张浮水印 先插入一张图片 先插入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我们是不拆淡的 还有这个缩放比例 我们不是自动 是115% 然后确定就可以了 做完这个浮水印 就做月面框线 月面框线就是 常用的 这里 框线及网底 月面框线 花边框线 我们大概移到中间 然后再移一移 就看到 这个举手的人仔 黑白的举手人仔 这个人仔 我们只用三边 上高的三边不用 只用底下的一边 这个宽度设定 是31 色彩 我们给紫色 确定 这里三边没有花边 只用底下有花边 接着就是 到一些文字 我们选取完整个文字 选取完整个文字 或者Ctrl A也可以 选取完整个文字 接着就是在 字形那里按下去 中文字体 标记体 英文就是 RingDing Speed 字形大小 海外28 确定 这里的行距 距离阔了 趁它 要选取 选取它 就像自己这样 接着就是 行距选项 我们要固定行高 32点 收窄了 接着就是 插入表格 插入表格 去旅行坝下面 先进入 按下 接着就插入表格 插入表格 表格是三难 五裂 三难五裂 表格就不要插公仔 也不要插 我们怎么移呢 这里移过来 这里没有位移的 先移过这里 这里有位移 移到这里 不要插公仔 然后 又不要插 这里表格的宽度 就改了 我们想到平均宽度 按 版面配置 即是表格工具 表格工具 版面配置 平均分配 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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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个表格都是1cm 列高 选择完 就设定为1cm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三格 合拼全格 按版面配置 才看到合拼全格 按一按 合拼后 到香港名声景点 剪下 Ctrl X 剪下 剪下 然后贴上文字 就可以了 下面这四行字 也是剪下 贴到这四行那里 贴到四行那里 贴文字就可以了 细字不要紧 一会再设定 那必到地点呢 剪下 剪下 就贴到这个格 即是这个 第二格 最右边第二格 接着这三行 这三行 这三行呢 要先合拼全格 合拼全格 这三行 在这里 合拼全格 接着再剪下 这三行 在这里 贴上去 最爱的 然后这三行字 我们就给个项目符号 就是选取完 这三行字 treatments 即是这里 选择你最喜欢的项目符号 就可以了 有项目符号 然后就是 表格是设定文字,选取,内容是18,标题是26 现在我们先做内容,全部都是内容 选取,标题18字形,选取,再选择标题,26字形 这样就比较好些了 然后整个表格的颜色是紫色 这个表格就选取了设计 选取表格,然后按设计,这里是网底 网底我们给少许的颜色,5%更深色 就可以了,完成了 做完之后呢,接着,就去 在邮件那里,我们合并文件 邮件的选取收件者,使用而有清单 找回我们想列结的Excel 就去找回你的档案 就是这个,声名及喜好提议那里 开回它,我们用合并资料,先确定它 这个文件就合并了,合并了文件之后 我们还要在这些地方,合并全格 买回姓名,参加人数,电话,好提议 这样合并了,接着,我们在哪里看回呢 就是在预览结果那里看回 按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太多的时候,我们可以 按完成要合并,编辑各面文件 全部选取确定 这里,另外有一份文件就出来了 这个叫信件1 信件1里面有七页子 我其实有七项 你交功课就交这七页子 每一页子都不同的设定 这样就可以了,完成了